我的整个资料就写过去 这个蛮抽象的 但如果已经够精简了 才几行而已 不过这个地方 如果有成功 你就看到有资料 没成功 那就会跳出错误了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试试看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这个地方要怎么来使用它 你们贴上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在记录的地方 记录的地方 打开 记录 再写一个程式 就是call 呼叫什么呢 呼叫刚刚的那一个 叫什么呢 叫做利用ADO 利用ADO新增资料 它的名称就在这个上面 这个名称 所以你就call 然后分别放ABCDE 三个资料 三个资料分别就是 这 不 跟着一下应该五个资料 这五个资料分别就是 对应到五个栏位的资料 OK 那我们就是直接按记录之后的话 把这五个资料分别怎么样呢 就加在后面 call 然后给它一个什么呢 副程式 五个资料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执行之后呢 它就除了可以写到Excel 也可以写到我的资料库里面 这样应该了解意思吧 只是 接下来就是要做 而且要看到 才算成功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把刚刚的那个 我的资料库 这个部分 房贷资料库 现在只有一笔 先把它关闭一下 然后呢 我把它放到哪里呢 把它放到我的这个范例里面 我把这个丢到我的这个范例里面 然后里面有一个把它取代掉了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边就有一个DB1 那我的 我的Excel Excel答案在这里面 所以放在同样 一个路径底下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软软看好了 这边已经写好了 那最好是可以 这边这个中断点 我们来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 借了500万 然后利率是3% 20年 计算 OK 再来记录 前面的部分 已经记录过来之后 这个地方 call 然后就按一个F8 它就跳到这里来 那分别把这些资料 传过来了 那传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 如果你这边有错误的 这个地方有跳出错误 表示你没有引用 所以特别重要 一定要设定引用项目